大家都在预测的是 在1月20号交接之前 他还会有对中国 更大的制裁大动作吗 来 于少老师怎么看 美国大选的这个争议芳心慰爱 但川普的动作频繁 我来归纳一下 他的这个动作的目的 再来看他的推文 我们来做交互的比对 我认为川普要告诉大家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当然跟法律战有关 第一个 对手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第二个 我们打算怎么办 第三个是 我们试图想要影响些什么 这是他推文最主要的三个面向 那么第一个 对手做了什么 他把它盖刮成 媒体散发不实的假消息 或者是媒体跟 那个可恶的药商相互勾结 误了我的选情 同时 这个媒体跟药商 背后似乎跟计票器 都有境外的辅巢 其实一个境外辅巢 答案忽视欲出 还有谁 不就是中国吗 我对你中国绝对散不甘凶 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是看守 对于这个选举来讲 是有争议的 所以我既然没有服输 就没有交接政权 看守的问题 所以我左手 打国企31加 右手庞贝奥把战略清晰 最会拼图给说出来了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希望未来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中 川普主义始终影响服务 服务服务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 我刚才所说的 他试图要告诉大家些什么 告诉川粉些什么 对手做了些什么 我们要影响什么 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几个大案件显示大选违宪 但是这个违宪它包装了很多 说哎呀 这个国家再也不是我们的了 是被少数人 被一些人 被这些人给滥用 可怕的滥用权利 然后你看 Our big case 我们几个大的个案 就能够证明 恶行在这选举之中 有变更结果的恶行 所以呢基本上很快就会提述 时间点它就暗示了 但这个推文之中 有没有告诉大家 什么种种变更结果的恶行呢 没有 这是他第一时间 这是一种高明的舆论战 跟宣传战 靠住大家的这个心弦 告诉他我有动作 而且现在正发生什么事情 越来就越来越清晰越明显 跟他的中国政策一样 现在其实才看出来 就是说川普政府 他的对中国的政策 跟战略 他现在的重点 就是在告诉中国一件事情 川普的对中国政策的部署 不会因为选举而停下来 所以你看 应该是要从这两个礼拜 整体来看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一个整个的图像 谁也没有想到 在美国大选投票前一天 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的国安会 突然会丢出那个过去两年来 美国川普政府的涉及中国的这个政策的总编 总级 对对对 他做了一个整个的归纳 对中美关系做了一个总体的归纳 然后还记不记得 在选前的那一两天 他还在陆续 川普政府还在陆续宣布 这个对台湾的军售 这个也是过去没有的 投票当天还在宣布 对对 所以投票完了以后 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过渡的政府 看守的政府 没有 他马上投完票以后 美国川普政府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个 国务院制裁了四名香港的官员 第二个宣布20号 这个月20号在华盛顿召开 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会议 所以说我们的经济部次长 要亲身到华盛顿去 跟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次亲 克拉克 对有个会议 第三个就是刚才有谈到的 美国国务院在12号 他又公布了一个新的 对中国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的制裁名单 所有跟中国军方有关系的这个企业 美国的投资人不准去投资 这些31家跟中国有关系的企业 被点名的 除了我们知道什么华为 什么海康卫斯 我们过去所听过的 现在还有一连串 你像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航空 中国铁道公司 中国船舶公司 都是中自备的 国营企业的大公司 其实他是在提醒全世界各国 也是在提醒下一任的拜登政府 这些公司跟中共的军方有关系 那再过来当然 就是这个蓬佩奥讲的这个台湾 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蓬佩奥在讲这句话 后面呢 他其实他是有补充的 他是说因为台湾的民主的典范 是两党的共识 支持台湾是两党的共识 以及这个出售给台湾 足够的防御性的武器 也是两党的共识 过去35年来 从1984年开始 他为什么说过去35年 看来看去就是跟那个 1982年的这个817公报 跟六项保证有直接的关系 他在把这些方方面面 对中国政策的方方面面 这样子一兜拢之后 其实我觉得川普政府一方面 如果说还能够执政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我未来 对中政策的方向 川普政府如果能够连任的话 如果川普政府不能连任的话 那么川普政府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 是在帮拜登政府在打基础 在打这个在搭舞台 什么意思 从台美关系来说 这个川普政府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 做到这个程度了 那未来我们假设是拜登上台之后 他就任之后 我们跟拜登的台美关系 要推动的出发点 起点就是现在这里 因为你们上一任的政府 已经对我们台湾做到这里了 所以说你如果拜登政府 如果说这个东西 现在还不能做 那个东西现在如果不好做的话 那你第一个 你总要告诉我一个理由 第二个 你是不是有其他可以补偿我的 这个讨价还价 相对的 对中共的话 这就很麻烦了 因为对中共的起始点 川普政府也都做好了 举例来说 我现在新增加的31项 这个中国的企业 跟你军方有关系的 解放军有关的 那换了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这个中方是一定说 你是不是能够解禁一下 对 那你这个拜登政府就要考虑了 就是说这个是前任政府 讲得那么清楚的跟军方 有关系的企业 而且有害于我们美国利益的 这些企业 我如果要让步的话 我要怎么去说服美国的人民 所以这个谈判的起始点 就在你看到的现在这里了 就是说他把这个舞台搭到很高 把这个基础搭得很高 是 就万一是拜登上的话 那就转交给你拜登 所以其实我估计 现在拜登政府 对这一些川普政府 所有做的对中国政策的 这一些布置 我觉得拜登团队心里面 也是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这对美国的利益 这个对 对美国的利益 对你民主党的利益 都有贡献 你的不能贡献 移民主党的利益 גם和美国的利益 就绝费 遇一会 Flat 子 唉 是 还 如果 downloaded tenir 里的 就是 街